大家好,排骨营养丰富,可是很多朋友说在家做的排骨没有饭店的香,又柴又腥,不好吃。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,做排骨的时候需要焯水,可是呢,焯水也是有讲究的,原来很多人都是用错水了,怪不得腥味重,老柴不好吃。 今天我就教大家排骨正确的做法,排骨鲜香软嫩,特别的好吃。 首先我们买回来的排骨呢,放入大碗中,加入适量的清水,加入一勺食盐,食盐能有杀菌消毒的作用,用手充分的搅拌一下,让它静止十分钟, 泡出排骨里面的脏东西和血水,十分钟以后我们用手抓洗一下,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清洗干净,清洗干净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啦。 我们先将清洗干净的排骨冷水下入锅中,加入适量的清水。 放入葱蛋,放入葱蛋,姜片,加点料酒去腥,搅动一下,开小火给它加热。 一定要注意排骨焯水,定要冷水下锅,可以让它受热均匀,才会让里面的血腥慢慢的释放出来。 我们用中火慢慢加热的过程中,它也不会流失排骨中的营养物质。 葱阿室做出来的排骨肉质达到鲜香软嫩的效果。 如果排骨直接加热水下入锅中的话,排骨的外部组织就会迅速预热而凝结, 就会导致排骨内部的血腥无法释放出来。 并且外部被烫熟了,内部还没有受热。 葱阿室做出来的排骨又腥又柴,就不好吃了。 所以我们要用冷水下入锅中焯水。 慢慢的加热才是正确的做法。 慢慢的加热就会发现锅里面的水逐渐变得浑煮了。 说明里面的血腥开始慢慢的释放出来了。 逐渐的我们就会发现上面漂浮很多血沫。 这个浮沫它就是排骨内部的血腥。 这就是排骨血腥中的根源。 我们只有将它煮出来,这样排骨里的血腥味就解决了。 然后用勺子把上面的这个浮沫撇出来。 一定要把上面的浮沫撇干净。 然后再煮一分钟。 一分钟后我们把排骨捞出控水。 放入清水中。 把这个排骨中表面浮沫清洗干净。 这里要注意的是, 排骨清洗的时候一定要用温水洗。 不能用冷水。 因为排骨焯完水之后它是热的。 排骨一冷的话,它的外部阻值就会收缩。 那样做出来的排骨口感发财就不好吃了。 所以这里一定要用温水才是最正确的。 我们把排骨清洗干净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所以我们就用处理好的排骨做一道全家人都爱喝的汤。 我们先把焯过水的排骨放入砂锅中。 加入适量的清水。 盖上盖子,大火炖四十分钟。 准备一根胡萝卜,切成块。 放入盘中。 一个玉米切成小块,放入盘中。 时间到,放入胡萝卜。 放入玉米。 再炖十分钟。 好了。 这样做的排骨汤,鲜香美味。 营养丰富。 特别的好喝。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。